大家好,这里是小强日记,我是小强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断断续续去过四五个城市生活和打工 每一个城市里我都会办手机卡 我同样也希望那个城市的朋友不要忘记我 所以我现在大概拥有四张手机卡 而我也是一个滴滴道道的果粉 随着我的手机卡越来越增多 然后苹果大部分都只能差一张卡 造成了我现在拥有四部手机 今天我们就以这个为切入体来聊两个产品 这就是这两款产品 然后这个黑色的它叫卡库 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SIMO PLUS 这个白色的叫多卡宝 它的英文名字叫SIMO BOX 卡库是我两年前买的 它可以插入两张手机卡 目前还不支持4G 这两张卡的卡槽全部都是2G 而且也不支持电信 因为现在联通已经关闭了2G 所以目前卡库只能用来支持移动2G使用 多卡宝我买了有一个月了 它可以插入4张手机卡 其中只能有两张手机卡在线 而这两张有一张是4G 另一张是2G和3G 而且这4张手机卡可以在APP里实现切换 是不是很方便 这两个产品的绑定方式也是不同的 卡库它需要连接它本身的WiFi进行绑定 而多卡宝它只需要扫描身后的二维码 就可以进行绑定 两者相对于来说 多卡宝在绑定方面更为简单一些 更为实用操作一些 卡库公司相对于多卡宝公司来说 实力较弱 产品形态有待提升 从APV的UI和交互方面来说 多卡宝也想的略微的顺畅一些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 那么这两款产品还可以用Calkade进行接听 而卡库直接下载下来就带Calkade接听 而多卡宝需要用一个国外的苹果ID去下载 境外版的多卡宝 然后才能实现Calkade接听 有小伙伴就问我了 说什么是Calkade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 Calkade是苹果推荐的一个服务 它可以让APP里的应用 就像你接苹果电话一样接听 即便你的苹果手机是锁平的状态下 也可以接听 然后两个产品相比价位来说 卡库略微便宜一点 多卡宝相对于来说会贵一点 至于稳定性 在小强使用的阶段里 我感觉都差不多一样 其实这类产品就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让你带一部手机 就可以解决一个多感多代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解决了一个手机卡的麦不问题 小强也在境外试过卡库和多卡堡 接电话的稳定性都是差不多的 通话质量的话相比于手机的话略为逊色一点 如果非要在这两个产品上面对于接电话的质量做一个高低评分的话 我更加觉得多卡堡的接听更加舒服一点 音色更加好一点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或者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 微信其实也可以像接电话一样去接听 曾经发布过这个版本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下架了 关注小强 下一期小强将为你提供一个全方位微信接听语音电话和视频电话 像接手机电话一样的教程 谢谢大家